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早 可能大家很好奇怎么 大家早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怎么今天这么早 昨天下了一场大雨对不对 吉隆坡各处都塞测 然后都知道我们吉隆坡最常见一下雨是什么状况 大淹水 所以我昨天回来路上其实有几个地段是淹水了 所以可能相信这时间大家还在睡觉 因为天气凉凉的很好睡对不对 然后加上今天是晶期天 不过没事 无论是晶期天哪一个天我都是这么早起床 可能大家很好奇怎么这样早起来干什么 当然是跑过我的心脏啦 大家有没有被我的课题所吸引进来 睡醒的时候手脚麻木怎么办 如果有这状况的人呢 可以看完我的这个短这个video过后呢 在我底下留言 然后我会告诉你教你如何强生健体 当然这是其中我一个秘密武器 这就是我每天早上都会喝的befuel ok 现在呢我就展示给大家我是怎么喝的好不好 ok 就是这一杯水了 哎呀 看不到哎 没事 我就这样子剪开 其实它是一个粉状的一包营养品 然后里头是含有 含有那个 甜菜跟红番石的萃取物 ok 然后再来这个红石榴 然后最主要里头还有一个叫做L-Arginine 就是佐賢静胺酸 他穿起来就是这样的颜色 其实就是像番茄的颜色 所以我就 我其实通常就放进一个shaker 然后就这样子摇晃 摇晃一个大概一个20来下 就能够很快均匀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想我需要快速 我喝了我就快快的出门上班 当然我今天不必快 不过我跟大家做完这个live之后呢 我去就运动了 所以也是要快 那时间快了 要争取时间了 因为毕竟早上的太阳是最好的嘛 大家是否知道 10点之前晒太阳 对我们身体 我们的Vitamin D摄取是最好的 因为Vitamin D是不能够用吃来的 我要用晒太阳 那就这样子 只需要融入一个200克里头的这个 开水隔夜的开水都行 那我先喝啰 因为喝的速度是慢慢的嘛 所以还是会有点沉淀 嗨 今天也很早 对对对 很好喝 就这样喝完了 大家会不会很好奇 为什么七早八早 我空腹哦 我还没吃任何东西我就喝bifu 就像我的题目 大家应该被我吸引进来吧 大家有没有睡醒就是手脚麻木的 其实这是一个身体打来的电话 他就是告诉你 某一处 手脚某一处地方 你麻木哪里 就是你哪一个血管不通哦 因为不通 气血不通 你才会吗 哦 气血通的话 气血不通 有一些地方就是moor 整个人就是freeze 那freeze意思就是 这个地方有直觉 过后会怎么样 大家应该都懂 这些常识大家都知道 只是说没有人知道要有什么方法 最好的方法来 不是说快速 因为毕竟身体的健康 出现这样的状况 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因为你昨天吃了什么 你今天早晨不是 是常年累月 你折磨你的身体 因为我们每年纪大一岁 其实我们在庆祝生日 大一岁吃蛋糕的时候很高兴 对不对 其实我们的血管也是在老一岁 那血管老一岁的时候 其实那个疏通能量哦 也阻塞多1%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是医生也不会告诉你的问题 当然医生他说 来吧来吧 你有高血压 你就来吃降血压的药 当然下一个课题 我再安排一天时间 告诉大家为什么 不要吃降血压的药 真的对我们血管是一个折磨 不过当然今天我想通过 因为说告诉大家 对基因可以温水 就不用太温了 就普通室内的温度都OK 就可以跑了 就比如说隔夜的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喝鸳鸯水 就是喝一些 看一些温水喝了 我都是空腹喝了一杯温水 温温的 然后再来喝一杯就是普通 昨天隔夜的那种白开水就行了 嗨 早上 所以其实呢 其实呢 今天我喝完了这一杯呢 对我的心脏 对我心脑血管有什么帮助 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 好的好的 可是大家那一天也很好奇说 哎 为什么突然间把你起腰的长发 突然间一线就这样子 剪了剪的那么短 其实为什么我这么剪知道吗 因为哦 法治很好 我不是在夸我自己 其实是真的 理法师都说 你就这样剪的很很很很可惜 然后我把它绑着来剪 大家知道为什么剪头发就剪了吗 为什么绑着一束来剪 因为哦 我把它全去一个癌症团体吧 一个制造假发要送给癌症病患者穿戴的 因为法治好吗 大家可能会好奇 哎 头发留的那么长 法治怎么好 befeal的功劳 befeal也是功劳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 就等从血管未血管 我们足够疏通的话 你想想一下头发需要的营养 应该也很多 头发如果呃 营养不良 然后输送不好的话 来到不到头顶的话 甚至有些人会脱发 会有白发 甚至是头发开擦 把头发干燥 是不是都有这状况 befeal打通了我的心脑血管 所以我所吃的一些食物的营养 都很流很顺畅的 能够输送到我的大脑脑部 然后让我的头发也很快的吸收 所以到我头发起腰都好都没有开操 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做护理的 大家可能很羡慕我对不对 不要羡慕我 投资一套这个befeal给自己 其实我今天为什么也通过这个来 因为在今天下午两点之前 大家如果打电话给我 或者是私讯我 我们be 这个befeal的这个health health seminar 有一个特别的配套 一个offer 就是凡买8盒8加1 就是8盒的这个befeal 再送一盒的befeal 当然还有附送到一盒营养代餐 知道吧 我的营养代餐 其实被我装了这个 这是我通常会外出的时候 会外带的 一个装备 一个shaker 跟一包slinus milk 当然不止一包 这个就是我们的营养代餐 但是营养代餐通常就是会 不是因为减肥而吃 我不是因为减肥而吃 我相信就是我的人都知道我都不肥 你干嘛还要还要减肥 那对那些肥胖还没有减下来的人 不是一个很讽刺 其实不是 我是爱上他的里头的营养 里头因为有25种骨粮 好没事 这我再找一天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要 带着这个随胜鞋带 带着这样东西 出门好不好 外带 其实今天我是要告诉大家befeal 好 拉回话题好像被扯远了 其实这个befeal 是be跟我们的一个 诺贝尔奖得主 Dr.菲莫沃 一起研发的这个专利 专利权 专利销售权 它是100%进口来自美国 然后它含有很高的营养化氮 可以帮助我们清清理我们的血管里面的血酸 血脂血斑 所以可能大家会很好奇什么是营养化氮 营养化氮 但其实据说我们的血管里都是清道夫 那大家可能很奇怪 血管需要清道夫吗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要洗刷我们的水沟沟渠 甚至是我们常常允用的一些杯啊罐子啊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塑料罐也好玻璃罐也好 我们在吃了过后 如果你长期不用刷子进去里头刷的话 你试试看大家做一个实验 如果说我说的错的话 过后你可以来回答 来来来在我身体 大家做一个实验 把这个瓶子每天装的水倒掉 装的水倒掉好不好 连续七天 然后呢你打开 然后在你的手在里头这样轻轻的抹一抹 然后这样子搓一搓 然后你们告诉我是什么样的感觉好不好 当然这个这个设计我自己也说过了 就是也不必 就直接家里有些一些瓶瓶罐罐 如果每天没有刷洗的话 你会发现里头有一层黏黏的 其实这就是一个细菌的支撑啊 就是狗 ok 但我们血管每天都有血在流量啊 那血里头都会有杂物 都有毒素 那如果说消化系统不好 清晨代谢不好的人 少运动 吃的不健康 忙碌 工作压力 这些都会无形的造成我们的血脂产生 甚至血酸造成堵塞我们的血管 所以为什么常常会有人说 为什么到我睡醒的时候手脚麻木 其实这就是一个身体打开的电话 就是告诉你 你的血管在某一处你麻木的地方 其实是已经有开始出塞 ok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讯号 告诉你 主人 你的这些麻木的地方 我的血送不过去哦 当然有些人是觉得 哎呦很简单嘛 我就起来做摔手工 或是做运动嘛 问题是有多少个人起床就做这个运动呢 我相信在线上的如果是十个人 我相信也不到两个人 很少很少真的很少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子生活在这么忙碌的地方啊 我们要怎么保护自己的心脑血管 当然就通过我们的befuel啊 当然我一再强调我是通过befuel的话 大家很好奇 那里头有什么这么特别的东西对不对 其实里头的我刚才说过嘛 里头有红番茄的翠球 好血流量 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血流量通畅 当然了就是维持我们的血小板 等领血功能 促进并维持健康的血流率 哇我血流率要正常不简单哦 然后帮助我们的调节我们的血压 可能大家很好奇怎么样子调血压 当然这就是防范血的神奇之处啦 当然里头还有就是CocoQ10 我们的心脏的燃料哦 心脏就是它是增加我们的心脏肌肉的燃动力 大家很不知道我们心脏其实也要15 我们心脏每天从我们六个月六个 六个星期在妈妈肚子里头 心脏就开始工作 然后就这样子棒棒棒棒 到我们两早生殖的时候 他就停止工作 然后那时候其实那阶段是完全没有停过 所以你想象一下 我们人都需要吃食物来维持健康 那心脏还有什么东西是最好的饮料 最好的燃料给他 那就是我们的CocoQ10 所以他是调节我们的心肌手索力 促进我们心脏功能 OK他不会那么累 你吃了这个很有CocoQ10的食物 他会帮忙 让他比较不会那么的劳累的去炒走 当然所谓的前菜跟红酥料嘛 他是一个很高效的抗氧跟抗自由基哦 然后促进我们的NO5的合成和其升华物性 当然啦最重要还是抑制坏胆固醇的氧化 当然保护我们的血管 内皮组织抑制我们的血管受损 其实这个都是很奥妙很奥妙 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血管是围绕我们地球 两周半哦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那么容易 那么的轻易的让我们身体吸收 真的不多 当然可能有些人是说啊 我就吃以上这些食物就好了 不问题是你吃的量 因为毕竟Befuse是通过医疗 这个诺贝尔奖的主旧Ferry姆润来研发 他是100%的全药制度的那种提炼哦 所以这一包就轻而易举的可以提高 99%然后可以让我们身体来吸收的 所以当然我们如果单单外 自己单欲这样子吸取的话 你的量要超多超多的 至于是多少量我就不确定 因为我发现这个是最好的 我一包就能够给我心脏 一个这么好的养料 我可必去那么麻烦对不对 然后加上现在的生活 生活关系造成我没有办法 我相信不止我 应该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没有办法可以 那么那么那么好 那么多时间的去照顾自己身体 我有通过一些辅助品 当然我发现Befuse是一个超棒的东西 好了今天我很简短的介绍给大家 当然现在呢我就是要出外运动 大家会不会发现我为什么全身黑 我为什么全身黑 这套黑的衣服就是我们的Aura Series的衣服 Basic Top就是Kodanshi 大家来了我不止全身黑 我不止上面黑 我还笑 我的裤子也黑耶 大家可能也看不到 因为全身黑的关系 OK 因为布料很好 什么布料这么好呢 就是Kodanshi 因为Kodanshi 布料能刺激我们的血液循环 但我这一套服装也是穿着睡觉 其实我血液循环 让我的所谓的手脚麻木问题 从来没试过 没有试过啦 不过因为是有个朋友 昨天遇了一个朋友 他就突然间告诉我 我最近睡醒手脚都会麻木 就是突然间的妈妈一下床的那妈妈 然后一站起来 好像就没有了 就可能那一两秒钟 不过我觉得我说 其实这就是一个讯号 因为正常来说 你整个人放平睡觉了 你的手脚怎么会麻木呢 你都没有在操劳 都没有某个地方是紧握着手掌 那么血管不通的 不会啊 然后我们整个人是放松睡觉 怎么你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说其实这就是一个讯号 就是我们的血管不通 ok 好啦 今天就分享到此 再见 大家如果觉得这影片好的话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告诉他们Befu真的是很棒 ok 因为这个Befu呢 在1998年我们得了那个 把我们的健康保健讲 好 所以当然这个 产品不好 ok 就是这个sticker 大家看到吗 一点模糊 2018年的大麻保健品牌奖 我说这一个产品其实是公认的 ok 也被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institute jantung也公认 这个是一个很棒的 对心脏很棒的一种辅助品 好啦 今天的分享到此 接下来我会陆陆续续 会跟大家分享一系列的一些 我们平常身体都会遇见的一些小状况 但这些小状况也别小看他 从小状况不注意 以后就会变成大麻烦 ok 好啦 今天的分享到此 再见